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铃谦 时间先为一开始 先来看的是台北有民众大闹捷运站 还拿汽油泼派出锁 这日前警方接到报案 有男子在捷运月台大声咆哮 不少乘客吓得纷纷闪避 原警到场之后多次劝阻不听 将人压制保护管束 没想到没多久 这名男子竟然又折返 买了汽油企图纵火 有人大闹捷运站 吓得全客马上报警 你喘一下也不要那么激动 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你错 良民远警好言相劝不断安抚 但这男子似乎越讲越激动 别人走别说毫不容易 终于要走出捷运的刷票闸门 你是喝很多你 有喝酒就可以这样是不是 不要跟我拼 回头大喊要跟对方拼了 警方差点拉不住他 立刻把人保护管束 只明明给通知家属 把男子带回家好好休息 却隔不到15分钟 手上拿着一大罐汽油 企图泼进派出所纵火 就差一点点及时被试破 男子当时先在车厢里面咆哮 因此被警方带回派出所 前面的妈妈到派出所 把人接回去之后 没想到男子心怀不满 居然买了汽油又再回到派出所 企图纵火 离谱情况就发生在6号深夜11点多 原本辖区派出所是处理捷运罪客 没有想到进演变成要纵火烧派出所 50多岁的正姓男子 先在信仪区吃饭 结束后自己搭捷运返家 却在准备出中山站捷运车厢时 情绪失控 对路人咆哮 经警方保护管束后 疑似心怀不满 买了一大瓶汽油后 还带着打火机到派出所前 一连串的脱续行为 涉犯妨害公务 公共危险罪 还有酒驾违规 战性男子三杯黄糖下度 先无故对路人大声谩骂 还说要找人火拼 甚至就连警察局都想放火烧了 火气这么大 就算他酒醒后想要找借口 恐怕都没办法 持续追踪能成功拦截 企图纵火男子的关键 是两名刚结束巡逻的远警 从远处就看到有人诡异低头坐在机车上 一下警车迅速分工 依然保持距离喊话 并马上认出嫌犯 还察觉他拿着汽油 警车突然停下来 因为有一名坐在机车上的男子 没在滑手机 却诡异的低着头还越来越低 远警下车后刻意不靠近 而是保持距离观察 并跟他喊话几句 但没得到回应 这时其他远警来了 火速把人包围 男子高举双手被带走 他就是企图纵火烧派出所的 五十多岁正姓嫌犯 警方在车上远远就看到他反应迅速 一下车两人自动分工 开车的远警直觉不太对劲 先走进派出所通报叫支援 留在现场的远警 马上从特征认出 他就是大闹捷运被管束的人 让抵达了支援警力火速制服 前发喝酒喝到酒测值高达 0.9左右 竟然还骑车到加油站这边 买了跟这瓶容量 差不多一公升左右的汽油 接着又骑车 骑到距离车程有十分钟的派出所 准备来犯案 当天晚上十一点 大闹捷运被带回派出所管束 十一点半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带他回家 结果十七分钟后 他就拿汽油回派出所 证明五十多岁的正姓男子 未婚无业跟母亲同住 一个晚上二度进警局 因为我们前面都停警用机车 所以拨下去的话 其实这个会造成的灾害会蛮严重 还好远景积景 有看到有闻到 否则一公升的汽油淋下去 整间派出所恐怕陷入火海 TVB的新闻 他有报道 一名台湾女子 因为犯下纵火烧屋 烧车等重案 遭到澳洲警方通弃 上午人被逮捕 很多在澳洲的民众 指称说 这名台湾女子 有疯狂事迹三部曲 透明边框眼镜 短发扎马尾的台湾女子 被澳洲警方通弃 许多在澳洲的网友 指称他有疯狂事迹三部曲 整亮城被大火吞噬 黑暗中火光惊动 社群民众还传出政治浓烟 传出就是这名女子纵火 在澳洲的民众起底 这名女子三月初 和房东房客起冲突 还用热水攻击房客 私闯民宅 甚至砸别人的车 开车撞车库 被警方通气后还被保释 这个月初 他还跑回去烧房 和害房东的房子 还跑去房东家里 烧房东的车 居然还能继续在澳洲 趴趴走 女子照片曝光 也引发在澳洲的台湾人讨论 其实有一些特殊的重罪 或者是在台湾是最轻易的 是三年以上 他都在台湾都算重罪 就是你就算在国外犯罪 台湾也可以追究 如果他真的已经去烧了 那在台湾其实就是 刑法173条 那是放火烧有人居住的建筑物 那个是雾气吐气 或七年以上的重罪 而警方14号上午 已经将女子逮捕到案 就了解 女子持有打工度假签证 涉及言语恐吓 金钱勒索 开车冲撞 房屋房客 破坏房屋 纵火烧车 以及房东住宿 纵火等情势 报案多达九次 直到他被指控 犯下纵火等重案 警方才发布通细 TV新闻李建文草 专人综合播放 曾在大陆海军服役的大陆级软性男子 端午廉价开着快艇成功闯进淡水渡船头 TVBS独家画面曝光 证明陆级男子绕行淡水盒超过半个小时 还停留在游客聚集的老街岸边 都没有被阻挡 淡水渡船头边一艘白色快艇 先是开向靠近游客聚集的岸边 绕了一整圈前进又后退 TVBS独家画面曝光 九号十点二十三分 大陆级软性男子 就已经开着船在淡水河徘徊 一旁民众似乎察觉有意 但也没过多反应 直到和观光交通船擦撞 警方随后到场了解情况 从画面中时间来看 陆船在淡水渡船口边 长达约半小时 当时阵风动物廉价 游客人来人往 甚至比现在更多人在等候上下船 但这艘疑似来自大陆的快艇 就这样在淡水河岸边游荡 超过半小时 疑似在途中撞到交通船才停下 业者马上报案 也立刻引发民众围观 因为他进来都完全 我们没有人去阻止他 只是他刚好就碰到他的船 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报警 往渔了码头的那个船 他去撞到他的船 然后他就去叫警察 要是没撞到的话 他到底要再回去 我们谁知道 搞不好就已经很多这样的情形发生 因为发生碰撞加上警方到场 附近店家和民众才知道情况 也因为没人阻挡 这名开船的阮性男子 简直把淡水河当自己家 因为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河口 然后他们居然是从这个位置上来 觉得是很夸张 长驱直入淡水河 要不是发生碰撞 很可能一路顺畅进到台北市区 画面曝光 还原督船头岸边 诊断离谱景象 而根据TVBS取得的监视器内容 以及当地业者透露的消息 当下大陆籍的阮性男子 是因为撞到了我国籍的渔船 业者发现他的口音不是本地人 才把人留下来打电话报警 对此海巡宣称巴黎守望哨有看到 只是没上报 最后有业者报案后 海巡才赶到现场 当下目击民众本以为只是水上交通事故 确诚严重暗巡漏洞 码头附近业者还原当时廉价游客多 警察会先到也是因为派出所在附近 而立委透露 要不是被擦撞业者这通电话 大陆船长可能上岸了 海巡都还不知道 业者先打电话给警察单位 警察单位说这个是属于 海巡相关业务 所以说业者再打给海巡单位 也因此这样的一个状况 确实跟海巡讲说全程掌握 或是说他靠岸之后马上逮捕 这是明显出路 配合监视器画面还原时间续 9号当天10点23 大陆白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 就在周日热闹淡水码头旁 因为失去动力擦撞我国渔船 业者才打电话报警 10点46分警车出现 画面中三名远警下车 据目击民众表示 大约10分钟后海巡才到场 我们10点20分巴黎守望哨 他就发现这艘船不是国警船 你们也没有通报业者 业者是被撞到之后 他的船的船尾被撞到被擦撞 然后他把那个人留下来 听他的口音不是我们本国籍的人 只是有赖业者用国家意识 用社会责任来把那个人留在那边 坚称10点20巴黎守望哨就发现 重点是没网上报 形同整个海巡署忽识到 海委会主委管毕林发现前救援影片 说这次的错海巡被打趴是应得 而10名海巡人员被记过 主委脸书发文胡胡秀秀向前走 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为了赴一案 在朝野协商跟民进党立委爆发 口角气到拍桌 有国民党立委就爆料说 韩国瑜因为拍桌过猛 导致腰伤复发 一会儿坐一会儿站 主持立法院会院长韩国瑜 微微皱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日前表决大战 被立委情报导致的腰伤 前一天动怒再恶化 朝野协商和立委庄睿熊 唇枪舌战韩国瑜好几度用力拍桌 不久起身离席 院长身体状况不免让人关心 心伤大过于腰伤 那我今天也有主动关心院长 院长说请不要担心 他们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院长那你的腰伤还好 好谢谢 是不是今天神奇拍桌子太大了 好谢谢大家 转身离去还有朝野工房要伤脑筋 国民党团提出政党级附随组织 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修正草案 若修法通过等于替救国团解套16.3亿不当党产有望发回 民进党团提案退回程序委员会最终却被蓝营以人数优势碾压 而民众党发席集体缺席绿营狠批助走为虐 这是立国城 这是人交之 黄国昌 只要没有投给民进党 就是小岚 只要不支持民主进步党 都是中共同路人 我再说一次 这种情绪勒索 请民进党神神 回向民进党别情勒 每每立院表决蓝绿白 都要上演同样戏码 而立法院今天针对NCC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 进行委员会的协商 国民党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 增定NCC委员任期不得延任条款 以及希望依照国会政党比例提名 国民党立委汪小林提出德国制度来做修法论述 一无可取之处都不值得学习 我没有说一无可取 你不要这个包含 他端章取义 蓝绿女战神当面开杠 双方朝NCC组织法修正 曾担任NCC专委的国民党立委汪小林 想大刀阔斧改造NCC 却被绿云无私咬算了几句 讲到重点因为现行条文七位委员任期满得延任 但国民党民众党增定NCC委员任期不得延任条款 废除交错任期制 就是要把万年NCC委员条款废除 延任制度基本上它不是一个万年条款 它基本上是一个过度条款 诸位赶紧拨斥非万年条款 拨主战场NCC委员提名游戏规则 根据现行条文七名委员 由行政院长提名一把抓 国民党团总教傅坤起提出版本 可以依照国会政党比例提名 再把十四位名单交由审查委员会 根据林思敏等委员提修正动议 十一位审查委员为符合程序 行政院提出三位 其余由各党团依比例推荐 而民众党版则是推荐九名社会工作人士 伙伴同意在交由行政院提名 民进党认为不就等于政治介入 我是觉得我们对于大法官 试制的解释 千万不能只读一半 尤其不能只读前半段 后半段他讲到了 他是一个独立机关 蓝绿白三方协商三小时 完全没共识宣布散会 但眼前前行政院长成见人 提出新的NCC委员名单 不过送到立法院仍卡欢中 月底曾说要检视名单的主院长呢 选择不正面表态 先把这球丢给朝野三党 TVB新闻主管宁宣 台北藏报告 反对国会改革民进党今天傍晚启动 泛滥权护民主全台宣讲活动 由党秘书长林又昌亲自率 对到华联开讲 而且同时为了迅速回应网友 关于国会改革法案的疑惑 民进党也推出了 DPP问答机器人 没想到在民进党口中 毁线乱阵的国会改革 却被认为是符合程序正义 反对蓝白国会改革修法 民进党首场街头宣讲 党秘书长林又昌率队登场 知道国民团组到 傅昆奇选区的针对性不言可遇 李又昌也公开呼吁支持者 打电话去蓝白立委的服务处抗议 大家可以拿起电话 打给你的选区的国民党立委 还有民进党的立委 柯文哲举席说 你们就去电视辩论吗 这不是本贸导致吗 反正柯文哲要办电视辩论 不如直接复议好了 反对国会改革民进党 更与科技结合顺势推出 却DPP问答机器人 但却有使用者提问后 发现哪里怪怪的 因为按民进党所说 国会改革法案通过危及一般民众 但却DPP却说国会改革法案 不会让一般民众被逮捕 主要是修改国会运作程序 甚至表示共产党跟民进党 在散播不实讯息方面 有相似之处 而且被问到国会改革法案 是否符合程序争议 却DPP回应很笃定 一切符合规定 却DPP说国会改革符合程序争议 我们还是希望人工智慧 是用比较正确的资讯 它或许有一些误差 却DPP造谣吗 不是造谣 它有的资讯不是挺完整的 初包的却DPP 让提出复义的左奎 不知该怎么回应 事后民进党的声明 一直涌入大量使用者 导致平台无法正常运作 因此暂停开放 尽速改进 却已成为在野党的笑柄 民进党的CHECKDPP 吃了诚实豆沙包 TVBS高中 刘俊英尤峰 台北花联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